朋友好啊 2022年的11月23号 我们继续说国事 昨天我们说 王红文 1966年的 6月12号 率先在国民实习厂 提出大字报 率先带领工人阶级 造反 那么呢 在这之后解经反复 包括他们上访告状 然后上海派了工作队 然后最后和老的 当军派班底 抗瀉一气 王红文他们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 就是冲着这个工作队 然后王红文他们 到北组织一批 先进的工人阶级 这个到北京去取金 然后 并且见到了 毛主席 1966年的 10月 10月下旬 然后在前方上还见到了毛主席 那么呢 包括他们到北京之后 去北大 去这个 什么这个 就当时北京造反的 非常有名的 几个地方 包括学校 包括工厂 去取经 去这个 应该说是 这个过程中 他们 看明白了 起码 王红文看明白了 毛主席 毛主席为首的 当时的中共中央 要把吴晨星 毛大命 充分发动起来 深入的进行下去的 这样的一个决心 于是 王红文他们回到上海之后呢 应该说 是在既往的造反的历史之上 过无不及 把自己的造反行动 又推向了 这个 这个 深入 他们的造反行动 也就 更加的 有了明确的目标 和方向 那么就朝着上海的市委 市人委 那么这种 应该说这种趋势 直接就导致了 必然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 1967年1月份的 上海1月风暴 上海1月风暴 那么在 王红文 去了北京 全境之后 坚定了他造反的 这个决心和信念 回到上海之后 然后呢 这个 王红文他们不就是 有了康平路事件吗 不是 有了这个 这个安庭事件吗 安庭事件之后 就是1966年年底 安庭事件事实上 因为张春桥的签字 那么呢 把承认了工人的 这个行动 是造反 是革命行动 承认了 上海的工总司 是合法的 这个组织 那么在这之后 王红文 已经成为了 公认的上海市的 这个工人阶级的 领袖人物了 那个时候 那么呢 到19 安庭事件之后 到1966年的年底 这个期间 上海工人阶级 也出现了一次 分化的过程 就是一边的是 王红文他们为首 的是上海工总司 这是反对 这个当权派的 包括反对上海市委 市人委 这样一个庞大的 造反组织 但同时那趟也出现了 他们的对立面 当时上海呢 还有一部保守的 不愿意造反的 听从市委 市人委这个招呼的 等等的 这些我说 包括工人贵族在内咯 就这些人 他们当时搞了一个 组织叫上海工人 吃卫队 你听这名字 都比这上海工总司 要有更正宗 更有出处 吃卫队 那么呢 跟工总司 就成了这个 对立的双方 一度那个时候 也是那种 就是有你无我 不公带天的 就是那样的一种 用针锋相对的态势 但是 王红文 王红文作为一个 应该说 他是毛泽东思想补一下 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他是 再标准不过的 这样的一代新人的代表 那么 王红文面对这样的局势 他首先想到的 不是以示压人 首先想到的 不是说 老子他妈人多 长毛多 大刀片多 然后把你给灭了什么的 没有 王红文就在处理 康平路事件之后 这个上海工人阶级的 队伍中的两派斗争 这个过程中 王红文充分地显示出 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 时代新人 王红文思想补一下 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 他们面对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的冷静 清醒 他们的那种 应该说 一经 出了毛炉 一朝一世的打法都很老道 都很老道 非常成熟 跟人这样的感觉 那么 说 公总司有了自己对立面 对立面 就是上海的一个工人的赤卫队 老工人他们为主 那么 他们提大字报 那边呢 就提反大字报 就这么搞 就这么搞 甚至这个 这个 上海赤卫队 那时候自认为 我老工人 我有很多先进工作者 老模 什么 他们就觉得 他们上海应该是他们的上海 而不是王文堂这帮小猫贼 一经造反 就夺取权力的这样的上海 那么呢 这个 赤卫队 和这个上海公总司的矛盾 就尤其的 就这个激烈起来 最后 经过了康平路的武斗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康平路武斗 那么 就是这个 王文率领着 人多 势众的 这个上海公总司 这些个 这个工人阶级 这些队伍 压到了康平路 然后直接就跟这个 这个保守派的组织 针锋相对 针锋相对 因为各自的主张 不一样 这个 过上海 市卫队的 主张 就是游行到上海 到这个康平路 然后到上海市委 这些 这些 耗子区 他们的诉求很明确 就是希望市委 出狠招 出重手 去整治 上海造反的这些 工人 而他们的组织 就是上海公总司 他们是因为 上海市委的 所谓的软弱 不敢镇压 公总司 所以他们到这个 康平路去上访 而他们去 那么工总司 知道他们去了 工总司 十万人 杀进康平路 就是绝对的 这个优势 到那去之后 王洪文 这种政治素养 政治素质 就体现出来 他不是因为 我十万人 你那边两三万人 我就以大欺巧 三个人打你一个 我最后都打死你们 是不是 没问题 王洪文就没那么做 王洪文怎么做呢 王洪文怎么做 我们再说 反正最后是什么呢 王洪文提出的主张 就是 欢迎 示威队员 加入上海公总司 哎 你这玩这个东西 釜底抽薪 不釜底抽薪 人家也不说 什么多好 也不说你多差 人家也不说 反正人家又说了 欢迎 示威队员 加入造反队 由此 上海工人的这个 保守派 这个组织 应该说是 一夜之间 就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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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客瓦解 就为王洪文 摧胡拉朽 似的 把这个上海工人的 这个所谓的 吃为 吃为对 这个组织 就给 没了 没了 这个 洞房花烛月之后的 处女 没了 你就没了 那么上海的这个 汤皮龙武斗 王洪文那个时候是率领着 工总司 这个 这个 这个领袖 我司令了 王洪文到那之后 应该说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也看到了对方诉求 最后王洪文没有 增加对半王 没有 动用手中自己 强大 十万人 对他们几个打一个 这样的力量 然后一大欺小 以势强凌弱 没有 王洪文 非常清楚 王主席的战略意图 王洪文又是全民运动 自家而上 激发我们党的 工作的一案面 那么呢 工农商榷兵 事实上 这是一个战壕 但是就这么一个道理 当时甚至很多 共产党当权派 都理解不了 他们都没想到 毛主席这样的一个 深远的布局 但是你像 这个 王洪文他们 当然通过张志乔啊 包括通过江青堂 他们了解到了 毛主席的这个 基本的意图 所以他们就敢这么干 康平路武斗 最后 不惜他妈的 把家里房子都卖了 然后他过来 把你们保守派 给你打发走 不让你们跟我们搞 不要闹事 不要闹事 那么事实上 事实上 王洪文在整个 这个过程中 工总司对 这个 这个 上海工人 吃飞队 这个之间 这个斗争的过程中 王洪文就体现出了 自己 应该说 甚至是天赋的 这样的一个 政治素养 政治素质 你要联想到 六七年的 七二七二十号 七二零事件 这个毛主席在武汉 那个境遇 境遇的话 你就不得不给张 张风凉 而不这个张 郭桃 在一年前 在一年前 将近一年前 在北京 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 这个 桃柱他们提出的 这样的 比如说 针对上海的 这场武斗 他们提出了 他们的主张 他们主张是什么呢 就是你保守派的组织 既然保守派了 你就上海工人 示威队的时候呢 然后呢 你们应该怎么样 你们应该怎么样 面对 这样的 人民内部矛盾 包括不同意见的冲突 然后这个 等等等等 那么 一边的是 王河恩率领 十万大军 大兵押金 一边的是 内部祸起消强 这个老领导们 上面这些领导机关们 给了你明确的态度了 给了你明确的态度 那么 王洪文充分利用了 这些个 对立面的这些个 内部的这种分化和瓦解 然后导致的最后 他的对手是上海工人的 这个赤卫队 有些分崩离析 这样的态势 所以 王洪文 了解完这些情况以后 坚决主张 就是 这个 你不解散了吗 赤卫队不解散了吗 被我们感召的 已经解散了 是不是 那么好 王洪文说了 欢迎 赤卫队员 加入到 公共总司的造反队 不得了 这整个就像 华野战役 两军对垒 六十万对八十万 越打越少 但为什么到后来 越打越多呢 你素语的话说 就是都是你们 俘虏兵帮我们 干成的 华野战役 整个的竞争中 你看看那个 国民党军 这个投降的 这个人数 和他们 那种装备之精良 纪律之严密 曾经远征过一勉的 这国民党的 几大王盘主力师 最后怎么样在 这个 共产党 在林总的 这个 林总 麾下这些 土八路 叫花子 下面 吹锅拉朽 一样 被灭了 那么 包括 你像那个时候 林彪 收入了多少 国民党不对 最后这些 国民党部队 不都成 很多都成了 四野的主力部队 一直打到海南岛 是不是 那么呢 王洪文 也是这样子 他就从历史上 得到了这些 经验和教训 他当时 就说什么呢 他当时 就是说 我们 就是灭了 保守派 没有问题 太势力 非常明朗 但灭了之后 怎么办呢 王洪文 说了 灭了之后 欢迎 市卫队员加入到我们的工总司造反队 哎 你说王洪文 这个策略不得了 这脑瓜子 林光真 真是林光真 把你给灭了 我也能灭你 我也把你灭了 灭完之后什么呢 我欢迎你们 谁想来 我都欢迎你们 加入到我们这个阵营和组织中来 造反队 这个当时 在上海 包括这个造反的这个工人和学生 这个队伍里 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那大家觉得王洪文 对王洪文 关不清看 这个人处理事情 有点共产党人的气味 是不是啊 而不是 是那么一刀切 是不是啊 这个一风了之 那么呢 王洪文这个策略得到了极大的成功 当时被他们也算是镇压下去 上海工人的这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保守派 组织里的很大部分人 当时都加入到了王洪文 他们的造反派 所以从而以后 康平路事件 康平路五都之后 康平路五都没死人 我首先要说 康平路五都没有死人 这第一 第二 康平路五都确实动了家伙 动了拳脚 但是最后呢 就几十人负伤了 没有一个人伤后不至的 没有 一个都没有 不要这个 看着共产党官方的证实 一说到什么王洪文 康平路事件 你都觉得血淋淋 然后造反派 都没有人性 不是的 远远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设施 那么呢 那你想 保守派就加入到造反派里面了 这个 意味着保守派作为一股政治势力 已经不在上海灘存在了 自生自灭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 上海工人造反派 上海工总司 竟然做到了吸收 这个 保守派 包括这些老工人在内的 很多这些保守派的 做法 那当然了 是不是 那当然了 你说那边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保守派这块 维持不了止虚了 维持不了自己的这个队伍稳定 另外一个敌对面的没有斩尽杀绝 一旦了解了对方的态势之后 立马就说了 让他们放下武器 我也放下武器 不是 欢迎他们加入到解放军中来 欢迎他们加入到造反派队伍中来 所以说可以说是兵不写任 就什么 就完成了上海工人阶级造反 这个人群的互相对立的两派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默契 共识和互动 那么呢 应该说 毛泽文这一招 对于全国都产生了极其强大的示范意义 你说 人家说 这有什么成本呢 是不是 这个一刀两刀三刀四刀 基本上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呢 这个就认为保守派 就从这个康平路事件之后 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绝大部分 都加入造反派之后 那么所有的保守派的势力 在上海他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 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就是以组织的形式存在 这已经是成为历史了 成为绝大多数的人都加入到了王门这边 都加入到了国民神习上 加入到了造反的这个序列中来 从那以后呢 所有的保守派的组织和势力在上海 基本上就 就斩炒出根了 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起码是没有以组织的形式存在的这样的历史 没有了 那么这一点上你要发展全中国的话 上海是最先进的 其他好多这个造反了之后 最后那么弄自己一屁股屎啊 一身骚啊 就是不能像上海这样快速短期之内 平复上海整个的局势 并且还确立着全新的上海的这种行政机构的 行政机构 行政组织的这样的基本的框架 这完全令上海本地的人都瞠目结舌的事 恰恰几天真意就办成 就办成 为什么毛主席后来 晚年的时候那么怀念上海的工人阶级 那么作为保守派的这个组织事实上已经都不存在了 事实上也不存在 只有什么呢 只有这个上海的这个工总司 只有工总司 那么不仅是吞并了或者说改组了改造了这个 这个上海市上海市委的这个 这个保守派的这个组织啊 上海的工人市委队啊 上海工人市委队啊 那实现了上海工人阶级内部的这样的团结和大一统啊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这个上海的这个工总司 王红文为首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造反派 甚至还把上海柴上柴 就柴油机场的当时搞了一个造反派的组织叫联司 叫联司 他甚至最后什么呢 最后就把联司都给联好了 联司一度也是工总司的死对头 到了最后了 在王红文的亲这个指挥之下 这个努力之下 上海工总司下面的各联织站竟然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反工总司的这个上海上柴为首的下面也好多工作队的这个联司 竟然达成了一种联合 达成一种联合 王红文当时下的命令有什么命令呢 就是必须实现大联合 哪怕霍西尼也要实现这种大联合 哎你这个这个这个王红文啊 你像这样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 以及这种政治决断啊 那不得了的啊 那不得了 毕竟是三十出头啊 那个时候三十一岁啊 三十三十三十一岁啊 那么呢 经过了几番的这种努力啊 把这保守派给打进去了 吸收进来了 把联丝上柴子这些也都给扫除了 然后也跟他们实现了联合 实现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是不是啊 那么呢 从此 王红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 就是工总司 一度就成为了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的组织 别的都没有 全被王红文给消化系统 给分化瓦解 然后改造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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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吞并了 就是都成了上海工总司的 这个这个成员了 和战斗和战斗队了 是不是啊 那么 六七年年底 上海工总司召开了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 人家说什么上海工人造反派大会 这就你工总司的这个代表大会吗 是不是啊 事实上是什么呢 是在这之前 王红文率者的这个工总司 真是兼并推并 联合了上海的其他的工人组织 上海 1966年年底就做成了这样的事 你像其他地区 先进和落后就有了 为什么有720实践 就存在到他们在湖北压不住 压不住湖北的工人 武汉的工人 你像上海这么就 就不是这样了 上海王红几经努力 全给你摁住 然后实现了 这种工人阶级内部的 利益趋同的 这个工人阶级内部的这样的大团结 你想想 毛泽西720到武汉的时候 武汉跟陈大森 说工人阶级不应该有利益 冲突啊 是不是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 为什么一定要分成 这个分化成为你死我活的两派 毛泽西到七六七年七月份的时候 对这个事情还大惑不解 而早在这个半年多前 半年前 上海造反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 就已经实现了 什么呢 造反大前提之下的 工人阶级内部的这样的大联合 这样的大联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知道王红 可以想象 王红不得了 王红不得了 那么 独家大会 上海工人造反派 代表大会 哪有啊 就是工总司一家的 那么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在王红文的领导下 很短的时间里 几个月时间 上海工人就实现了大联合 或者说 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就是上海工人的大联合 是在王红文的领导下实现 你说王红文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想想 王红这个领导力 啊 好生不了得 平时可能就不显然不漏水 但是一经有了文化大命 这样的一场运动 挺身造反的王红文 竟然 在上海市 为自己就杀出了这样的 这一条路子 成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 领袖和代表人物 啊 不仅成为了这样的领袖和代表人物 然后又以自己的 这种政治掏略 斗争策略 啊 很短的时间里面 整合了上海的工人造反队伍 其他各个分支和旺败 然后一统江山 不得了 真的是不得了 嗯 分享到这儿 明天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